大家好,今天这一期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谷歌的BPR加速的工具 它是一个部署在你的VPS上面的一个加速工具 简单来说,就是提升你的科学上网的一个速度 在安装和没安装之前,效果差异是非常大的 没装这个BPR之前呢,可能你的看标情啊或者流畅都会有点卡 如果装了之后,如果你本身的一个带宽非常好 那么像1080P啊4K啊都是没问题的 在安装之前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常用的一个VPS的加速工具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BPR的一个安装过程 它是一个单边加速的一个工具 就是它只要部署在你的VPS服务器上 那么你其他任何平台都能达到一个加速的一个效果 它的一个系统支持是KVM架构 像现在比较常见的帮瓦工啊,浴船都是支持的 还有的话是比较老的一个瑞数吧 它也是一个单边加速的一个过程 但是它的一个比较暴力就是发包比较暴力 它双倍发包,比如说你一兆B的一个文件 它会以双倍的一个东西发给你 就比较暴力 第三个是这个Finalist B的 它是一个双边加速工具 不仅要在服务端 还有你的客户端也是要安装 这样比较麻烦 一般的话就比较适用于在Windows电脑啊 就是两个平台都有客户端的一个情况下 就比较适用 第四个的话是Net Speed的 也是单边加速的 后面标的OVJ啊 就是KVN啊 就是它可以安装在这种架构上的一个VPS上面 第五个就是可以利用国内的一个云服务器 转发你国外的一个流量 因为云服务器的带宽非常大 速度也快 所以说就达到一个加速效果 但是呢 像后面的话 这2345呢 就相对来说呢 还是没有谷歌这个BBR用的比较流畅 就比较更加人性化一点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去讲解 怎么去安装这个BBR 好的 在安装之前呢 你需要有自己的一个VPS的服务器 然后安装了科学上网的一个工具 然后到后台取得你的IP地址 还有RONT的一个登录密码 因为我们要通过一个远程的一个命令行去安装它 在安装之前呢 我们今天要使用的是这个秋水逸兵的一键 安装最新内核并开启BBR脚本的一个一键命令行 它的一个适用的系统呢 就是这个啦 Sentance 6加 Deepang 还有Ubuntu 它的一个虚拟技术呢 就是OVJ以外 就不支持OVJ 支持KVN架构 像邦瓦工 Linden啊 还有Vitcher啊 就都是这个KVN的 都是主流啦 还有SEN架构 还有VM架构等 就是不支持比较老的这个OVJ啦 要注意啦 好的那 我们现在来正式开始 首先的话 打开 PUTTY 或者说 任何能够连接你 远程VPS的工具 或者说 X FTP都可以 然后去连接 复制你的一个IP地址 先连接上去 默认的话 这里有警告我们点着4 然后以这个ROOT的一个命令登入 然后输入你的ROOT的密码 鼠标右键就可以粘贴了 登录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复制这一行的一个命令 完整复制这一行的命令 复制它 然后到这个工具里面去粘贴 粘贴之后呢 它会一闪而过 它就会提示 按任意的键去开始 或者按Ctrl加C就取消 那非常简单了 我们直接回车 它就自动开始安装了 安装的一个过程呢 也是需要3到5分钟 具体的话取决于你这个VPS的一个速度 安装呢 它还需要重启 就是安装之后 你需要输入Y回车 并且重启 大概的话是3到5分钟 那么我这里的话先跳过它 好了这个命令行的话会一直跑 大概是3到5分钟左右 你就会看到它提出这个提示 这个系统需要去重启 你想去重启吗 然后你输入Y回车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它会提示断开 然后在两分钟左右 你再去连接你的一个VPS 在你输入Y重启之后呢 你等大概2到3分钟 等这个VPS重启完毕之后 你再用这个PUTY重新去连接这个服务器 那么我们下一步就需要来验证一下 这个PBR有没有安装成功 这里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个测试命令 那么我们直接输入这一行的一个代码 粘贴上去 返回直为这一个 那就没错了 还有的话一个是 我们也可以输入这一行 这个是比较简便的 直接就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没有安装成功 直接复制它 然后粘贴 然后粘贴 你就可以看到返回直为有BBR的就已经启动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BBR了 说明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个测试方式 这里就不去一一测试了 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去打开你的一个SR SSR还有V2ray去尝试一下 这个速度是不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了 好的那简单的一个安装讲解就到这里 因为我这里的是手机开出的一个热点 就不去给大家尝试说前后对比的一个效果了 网上也是有非常多的 那后期有任何不明白 直接在视频下方留言这个 这题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